中美阿拉斯加会谈是不欢而散 而在不欢而散之后 双方动作平平 美国方面用新疆棉花 人权议题发难 找到了西方国家盟友 跟美国站回了统一阵线 而中国方面则找俄罗斯取暖 外交部长王毅 也随即展开了中东的出访行程 跟伊朗达成了重要的合作协议 中国拉拢中东的产油国 要推广的是人民币结算石油 组成了中俄伊朗的这三国 去美元化铁三角 去美元化是要摆脱 美国经济制裁很重要的一步 但是这并不是一蹴可击的事 中俄两国早就在做了 而如今再拉拢伊朗 去美元化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吗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我们就带您快来看 我们先来看王毅的行程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那么他从3月24号开始 一连要出访到3月30号 那出访地点是中东六个国家 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家 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 还有土耳其 伊朗 还有阿联酋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巴林跟阿曼 这些都是中东重要的国家 一共六个国家 而这一次呢 王毅的出访啊 美国的媒体分析啊 说这代表了中东地区 在中美大国博弈之间 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性 对中国来讲大幅提升了 而这回的旅程呢 有很多重要的议题 包括了中国要拓展在中东的影响力 还有它确保它的一个 这个缘由的来源 再来呢 就是希望在中东呢 也要推广它的一带一路 再来就是希望跟伊朗 有进一步的一个合作的协议 反制美国的围堵 那我们就来看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谈到了伊朗 大家都知道 现在呢 这个美国在川普总统的任内啊 这个伊朗的核协议啊 这个川普自己退出了 那退出了之后呢 现在变成了拜登总统 拜登总统呢 就很希望伊朗再回来 这样的一个核子协议 毕竟呢 这个伊朗核协议啊 是当初 这个欧巴马时期谈定的嘛 所以呢 这个欧巴马也是 这个拜登的 这个可以说过去的合作伙伴 他的总统嘛 所以呢 希望可以拉拢伊朗 回来核协议 但是现在呢 北京出手了 感觉是蓝湖吗 我们来看到这个北京啊 跟伊朗呢 现在签订了一份 长达25年的 全面合作的战略协议 那这份战略协议呢 可以说是中国跟伊朗建交 50年来最重要的双边协议了 好 这个协议呢 可以说方方面面全部兼顾 中国要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 然后伊朗呢 作为交换 他要提供给中国是很便宜 而且呢 会长期供应的原油 重点是原油用 人民币结算 好 在经济方面的合作 能源的合作 电信的合作 然后中国要帮忙盖港口 盖铁路 5G的建设 然后包括了北斗一个卫星系统 这个伊朗呢 通通都很需要 再来军事方面的合作 未来两国要共同军演 甚至三国共同军演 还有俄罗斯加进来 武器的研发 情报的共享 政治方面 伊朗正式签订 除了将25年的战略 合作协议之外 他要加入一带一路 那我们就带您来看看了 除了伊朗之外 在整个中东的行程 王毅呢 到底有哪些进展 你快来看 动辄干涉中国内政 这个老毛病 应该改一改 日前美中二加二高层会谈 两国代表相互开炮 不欢而散 会后美方开始向欧洲 寻找同温层 中方最近也不落人后 招来俄罗斯外长访钟 一同巩固中俄阵线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 不仅举行会谈 还一起户外共餐 展现两国好交情 不过为了维持 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王毅紧接着前往中东地区 展开七天六国访问行程 王毅第一站走访 与美国多年不合的土耳其 第二站在来到美国 在中东的最大死对头伊朗 一同签署一项25年的 全面合作协议 可说是中医两国建交 50年来最重要的双边协议之一 这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虽然两国官方没有公布细节 但根据外媒取得的草案显示 中国未来25年内将对伊朗投资 4000亿美元 从银行 电信 资讯科技 到医疗 港口 铁路 天然资源等好几十种产业 对遭到美国经济制裁的伊朗而言 觉得是天降甘霖 外媒指出伊朗作业交换 规划长期向中国供应原油 并给予中方大幅度折扣 由外媒则推断 这项协议等于是把伊朗拉入 一带一路的版图当中 除了在伊朗大有斩获 王毅中东之旅持续进行 和美国相对亲密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也保持友好状态 王毅此行也进一步强调 中国和阿联酋将展开各种合作 包括疫苗研发 以及维持中东和平等领域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 王毅在中东也倡导贸易投资 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并且避开美元 有意进一步推动去美元化 外界一片认为 中方确实有一拉拢中东各国 借此对抗西方势力 中国外交部则回应 中国和美英等各国不同 北京并非在拉帮解派 美国及其几个盟友 国家的一些政客 包括一些媒体 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美国 欧洲等西方国家 随着因新疆人权议题 陆续制裁中国 北京的中东外交动作 也同时进行 中方又和中东大国 伊朗达成大规模双边协议 国际两种阵线对立逐渐成型 俨然一开始为新的世界秩序 奠定基础 三立新闻成了不到 好 我们就要带你来看到 这个是中国在国力 逐渐壮大的过程当中 在美元霸权前 也被迫要低头 美国之所以可以维持 称霸全球 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它靠着美元 美元是国际主要的 一个流通的货币 是国际主要的 一个清算的货币 是很多政府 主要的储备货币 所以可以这样讲 就是你国际间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所有的贸易 你都绕不开美元 那么也因此 北京希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那很多人就说 这叫做去美元化 好了 要摆脱美元 那近来我们看到 王毅正在努力的 就是他到了伊朗 伊朗之间签了 这25年的一个投资协议合作案当中 直接就写了 未来中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石油的一个进口 全部都用人民币清算 好 全部都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了 然后呢我们看到 他到了中东其他的一些产油国家 像是沙特 然后到了阿联酋 其实这也都是非常多很重要的 他们油也都是卖给中国 然后他就在这里推动 希望用本币结算 王毅口中的本币 当然就人民币嘛 希望人民币结算 然后还希望呢 可以共同创建一个 一带一路的国际交易所 他希望可以办到的是 未来不只是这个石油 未来任何中东跟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往来 都可以用人民币 不一定要用美元啊 他希望大家多多使用人民币 而这回呢 王毅到了这个中东的这六个国家来拜访 其实呢 这六个国家现在也都已经加入了 一带一路的计划 再来我们看到了中俄之间啊 当然共同都想要摆脱美元 中俄两国其实已经很早很早就开始 那这一回呢 我们看到在王毅出访中东之前 他先见了俄罗斯的外长 俄罗斯外长到了中国 双方先碰面了 那碰面当中谈了很多的议题 共同的防疫啊 两国的一些经贸啊 外交的关系啊 同时他们共同谈到就是 共同努力去美元化要再进一步 俄罗斯的外长也说了 希望中国再加把劲 要减少依赖美元 好那我们就来看中俄的这个金融同盟啊 现在大家就讲了 其实两国其实对于这个美元啊 有共同的仇恨 应该可以这样讲吗 因为两国都是受害者 只要你还用美元交易 你就在美国的干预范围内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曾经被美国制裁的 都对于美国的长臂管辖 那个手伸得好长好长 伸到海边去了 管很宽 长臂管辖是非常非常的 有一种被迫害的感觉 好那他们就讲了 你只要用美元交易 大家都说过去就是所有的国与国之间 因为你看像我们用台币 然后假装英国 他们那时候用英镑或用欧元 然后呢那我台湾的公司 跟英国的公司我们要交往 那你用英镑我用台币啊呀 那用你的还用我的 我们就用美元好了 那共同用美元来交易 所以呢任何的这个国家 任何国与国 公司与公司跨境的 只要你用了美元 进行结算交易的时候 你用了美元 好美国可以管你了 就这样哦 即便是台湾跟英国交易 关美国什么事啊 但你用了美元 美国他就可以管你 他的手就伸过来了 即便这两家公司 跟美国完全无关 货物也不经美国 什么都没有 只要你用了美元 你就被他管 所以呢有很多国家 都有强烈的动机 要放弃使用美元 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真的 被长臂管辖到 你就是为什么要被你管 但是呢你也没有 那么强烈的动机要放弃嘛 那现在看到中国跟俄罗斯 他们同样都被惩罚过 被制裁过 所以他们的动机 又比一般国家来的强 非常多 我们来看到2014年 俄罗斯呢 那个时候他病了克里米亚 所以呢西方国家 就非常愤怒说 你根本就是战争 然后你就并吞了你的邻国 所以呢美国就经济制裁 然后呢因为所有东西 都通过美元嘛 所以那个时候俄罗斯就很痛啊 他要卖油 结果你美元通不让我 那怎么办呢 所以那个时候的俄罗斯 经济受到很大的重创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下定决心 他要去美元化 那中国也是一样的心情 所以呢双方啊 可以说一拍即合 中俄就组成了一个 去美元化 努力结合联盟 好了那我们看到2015年 那个年度啊 中俄之间他们的一个这个贸易往来 用美元结算的大约有九成 因为过去嘛 大家通通用美元结算 九成 但是经过了这个几年的努力 我们来看到了2020年的第一季哦 中俄之间的贸易 用美元结算的当初是九成嘛 你看降到了五成以下哦 降到了46% 然后呢用本币结算 也就是中俄两国要么用人民币 要么用这个俄罗斯的卢布 用这样结算的 已经增加到24% 另外呢他还有一部分 他用欧元来结算 有30% 那甚至呢俄罗斯他为了去美元化 他超级努力的 他买了一大堆的黄金 然后卖掉了很多美国的外这个美战 然后呢他的一个外汇存底呢 也让美元的一个部位开始往下降低 他买了很多的人民币 买了很多的欧元 买了很多的黄金 他就是要降低他的美元储备 所以呢这个是俄罗斯 他很努力的去美元化 那我们来看那中国呢 中国呢也很努力要去美元化 所以呢他做的方式就是他一带一路 也是他人民币国际化 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他用一带一路呢 扩展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空间 好了既然你要加入我的一带一路 那这个我帮你做基础建设啊 然后呢我付这个员工钱啊 或者是我在这个你的国家 我要贷款给你们家的公司啊 这些来来往往他都用人民币 所以呢透过了一带一路啊 人民币已经可以走出了中国 然后在海外呢也可以做信贷 也可以做融资 就是呢让人民币的使用呢更多方面了 然后他还在做的是大宗商品的结算 要用人民币啊 2018年北京推出了这个上海的原油 人民币结算的起货商品啊 推出了石油人民币 然后呢现在人民币我们看到了 已经可以成为一个金融商品 然后呢也跟一些国家呢 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原油 我们看到像伊朗最近签了嘛 然后俄罗斯早就用人民币结算原油了嘛 还有一些中东的国家都在北京的要求底下 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的一个款项 还有铁矿砂铁矿砂呢 也跟澳洲一家很大的一个铁矿砂的公司 现在也用人民币结算了 所以呢现在又往前一步 就是大宗商品要用人民币来结算 再来呢就是他希望除了一带一路之后呢 他还希望大规模的让其他的国家都用人民币 所以呢有人讲了这个RCEP 这个中国之前跟这个14个亚太国家合作了 这个RCEP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嘛 那这14个国家呢 这个中国也希望可以让他成为一个 可以使用人民币的一个圈圈 甚至还有人说假以时日 说不定这个RCEP当中还可以有一个亚币 亚洲币 像欧盟他们有一个欧元嘛 说不定有亚币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说他说可能不想要亚币 他可能直接就说你们通通都用人民币 所以变成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小圈圈 所以呢现在看到了有共同的被美元霸权迫害过的经验的几个国家 已经组成了一个去美元化的联盟 中国俄罗斯这个是基本成员 然后呢这个北韩应该也会被拉进来 然后呢一些被美元制裁的国家 像是委内瑞拉 这也被拉进了这个去美元化联盟 现在最新加入的新成员叫做伊朗 伊朗呢现在还在被美国经济制裁当中 所以呢现在的伊朗又加入了中国的去美元化的大联盟 那到底呢现在这几个国家 他们这个去美元化的一个最新的合作进展又是如何 大批媒体一同见证历史一刻 中国和伊朗两国签下价值四千亿美元的 二十五年全面合作协议 合约内容受到外界高度关注的部分 其中是两国的石油及各种贸易 未来要以人民币及数位人民币来进行结算 借此避开美元 而这样的目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也呼吁同样位在中东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王毅强调中国除了要促进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在贸易投资中多多使用人民币结算 双方也准备提升两国金融和投资的合作 并攜手共建中阿一带一路的国际交易所 北京积极在中东布局人民币 但外界分析鉴于石油与美金的千丝万缕 人民币在中东完全取代美元 恐怕还有一大段路 反观中俄两国致力于去美元的步调 早已开始有所成果 根据统计2015年 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有90%是以美元计算 但到了2020年第一季 美元结算的比重 骤降到46% 至于人民币比例越来越高 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石油 天然气等商品都已采用人民币计价 现在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 认可人民币结算的优势 并参与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来 大概有85%的国内外贸企业 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的主要币种 另外不仅在贸易中减少美元结算 俄罗斯也不断砍低外汇存体中的美元比例 而人民币的比重则是逐年增加 如今已高达俄国外汇存体的15% 相当于人民币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一 是由俄国所有 反映出人民币对中俄两国来说 确实越来越重要 去美元的金融联盟似乎也正在成型 专家指出中俄辞聚 有望摆脱西方国家的金融掌控 中国和俄罗斯的移动从金融 是大约的意义 但也有实际的考虑 就怕美元触角无所不在 美国制裁闪也闪不掉 特别是任何涉及到美元的交易 都会通过美元的银行业者 美国政府都能借此冻结交易 如今中俄渐渐脱离美元魔涨 有媒体就称针对货币使用 美欧和中俄为首的两大阵营 壁垒分明随着去美元的货币大战展开 全球化过激社会大势已去 一分为二的半球化正式来临 三菱线完全不通 3 things 完全误不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